男子好端端走在路上 下一秒一台黑色轎车迎面冲过来 他完全来不及闪避 当场被撞飞 18号清晨六点多 当时81岁的张姓老翁 走在桃园平镇严平路一段时 32岁的张姓驾驶 开着黑色轎车 不明原因突然偏离原本的行驶路线 先是撞倒停在路边的五台机车 接着在正面撞上老翁 由于撞击力道大 导致他当场飞过车顶 再重摔倒地 事发现场一片狼藉 被撞倒的机车 车壳零件四散一地 造势的黑色轿车 车头板筋严重翘起 警方获报后也立刻赶到现场 男子酒驾撞飞老翁 导致他炉内出血 肋骨骨折 经过送医抢救之后 仍然选告不治 这下男子酒醒后 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三连新闻声明记 黄世涵 桃园采访报导